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尊敬的奥比亚总统 尊敬的美来斯总统 尊敬的让听不喜 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今天是中非友好关系历史上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意见 我们七聚美丽的亚迪斯亚队伐 共同见证中国政府原间的 非洲联盟会议中心 正像刚才让平主席所提到的 2006年11月 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 胡锦涛主席正宗宣布 中国援助建设 和缩影也凝聚着 总肥建设者的心血和汗水 项目自2009年2月份开工以来 肥房密切配合 夺房协调 集计提供便利 总房工程技术人员神秘设计 精心施工 全力确保质量 在不到三年的试验里 高尺 高效 按期完成了高达99.5米 面积近52000平方米的 非盟会议中心 兑现了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非洲政府和人民的 庄严承诺 在此 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想参加非盟会议中心建设的 所有非洲和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 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将非洲联盟委员会 埃塞俄比亚政府和吉布提政府 以及所有关心指示会议中心建设的人们 致以诚挚地感谢 中非友谊 中非友谊 渊源流长 历久弥艰 中非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发展和公共 进入新世纪以来 面对新的国际形势 中非朝立构建政治上 平等互信 经济上 合作共赢 文化上 交流互信的新性战略伙伴 取得了全面发展 不断为推进南南合作 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因为中国和非洲各国 参与全球治理 维护自身权益 提供了有利保障 互利互惠的经济合作 是中非友好关系的重要基础 长期以来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发展 对肥 经贸合作 积极推动并深化双方 在贸易 投资 基础设施 农业 人力资源 清洁能源 环保等领域的 全防卫合作 真心失忆地帮助非洲 实现资助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目前中国是非洲 第一大贸易伙伴国 中非贸易额 一突破1500亿美元 较2000年增长了13倍 在非洲对外贸易中 所占份额超过了10% 非洲也是中国企业 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目的地 中国累计对非直接投资存量 已经达到130亿美元 超过2000家中国企业 在非投资行业 广泛分布的电子 通讯 交通 金融等 诸多领域 有力地支持了非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 为了帮助非洲国家实现支枪 改善民生 中国政府始终坚持向非洲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促进了非洲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造福了非洲人民 展望未来 尽管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并不平坦 但中非之间有照共同的发展目标 良好的合作基础 巨大的互补优势 广阔的市场空间 中非经贸合作的明天 毕竟更加美好 我们愿与非洲朋友一道迎接挑战 歇手共进 努力推动中非经贸合作 埋上新的台阶 今天我们面前的非问会议中心 在亚迪斯亚贝巴万里清空下 在中非人民的热情期盼中 显得越发的轰卫壮丽 高充挺伐 它承载着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好意 寄托着中国政府和人民 对非洲国家和人民联合自强 繁荣进步的美好祝愿 展现着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如既往 支持非洲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的坚定决心 它的落成 必将在中非务实合作的道路上 写下壮丽的一区 在非盟会议中心的热光场上 我将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 把象征非盟会议中心的金腰匙 转交给非盟委员会 在这里我再次 我再次向兄弟的非洲国家和人民 表示热烈的祝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